好 各位父老乡亲 咱们镇江一年一度的重阳擂台 现在就要开始了 好 今年和往年一样 谁先爬上擂台 踏到擂台上的五色彩球 就是胜利者 就能赢得今年祭祖的五色花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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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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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 锦绣获上 一个女儿家 没有一点女儿家的样子 老爷 小姐不是故意的 她不是网状的人 您呢 别往心里去 去 你把她给我叫来 小姐 老爷找您呢 我回来了 锦绣啊 你这又在搞什么呀 胡闹吗 我没有胡闹啊 这祭祖用的五色花糕 是缺邪治病的好东西 娘你吃下去之后 说不定 病马上就好了 花糕啊 你去抢擂台了 要让你爹知道了 又饶不了你了 对了娘 今天马叔叔从外地 运药才回来 晚一点我去问问他 有没有明珠姐姐的消息 不用问了 妈问过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妈这两天 老是做梦 闻见你大娘 跟明珠姐姐回家了 现在也不知道 他们在哪里 生活得怎么样 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 娘 一个女儿家 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 成何忌妒 熊熊知道错了 对不起啊爹 我知道你是为你娘娶的 可是规矩不能破 罚还是要罚的 还要罚啊 罚一定要罚 阿妮今天晚上不准睡觉 去给你凉菜合路 爹最好了 我就知道 爹我帮你吃 好 舅儿 你猜猜这是什么 婆婆饼 千万别让你娘看见 爹 我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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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陈老师 你忍一下啊 爹 爹 快点快点 笑容 这是怎么了 爹 他是我们鞋塘新来的陈老师 他受伤了 你给他看看 快点 快 伤着不轻啊 这是枪伤啊 老爷 你看 他有枪 这年头 有枪在身的 不是马匪 就是逃兵 咱可惹不起啊 一旦粘上了 那可要闯大火的 晓儿 他真是你们血汤的陈先生 是 新来的陈先生 好吧 既然来到咱们荣家 就是咱们荣家的病人 慢慢啊 把他抬到阁楼上去 好 等一等 一会儿啊 你把地上的血迹充干净 好 来吧 爹 你要干什么呀 子弹 在射镜体内一瞬间 会把外界的乌乌带进去 必须把子弹头挖出来 不然一旦感染 那就麻烦了 陈老师 别别别 是我 我是锦绣 我是锦绣啊 我是锦绣 他是我爹 你受了枪伤 别怕 我爹很厉害的 他帮你治病 别怕啊 锦绣 怀表 有一块怀表 有一块很重要的怀表 怀表 我藏他向河边的石头底下 石头底下 帮我拿回来 好 一定要拿回来 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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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到底在哪儿 先生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说的那个人 师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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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我说 我知道你们要找的人在哪里 老爷 你别怪我 我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死 我说 说了我就放了他 后面有墙洞 那个人就是从墙洞里面走出去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可以放了我老爷 是 他 我本来是不想杀你 但是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秘密 再清扫一遍 如果有活口 一个都不来 是 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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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 爹 爹 爹 不行 爹 啥都别问了 快走 我不走 快听爹的话 我不要走 快走 走啊 爹 快 别跑了 追 追 快点 快追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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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s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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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本拿来了没有 锦绣 当时我连累了你 这个怀表你收好 在年初始之前 帮我送到上海的圣母大教堂 记住 一定要送到 我的家人全部都死掉了 你现在一人是什么人呢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 他们听到强势 很快就会追过来了 记住 一定要送到上海 可是 走快走 一定要送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挺的尸体边上 发现了这个 秘密文件 一定在这个纽扣的主人手上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到这个 给大家 cops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别条 我们在地下 这谁看的呀 是不是这太杂拾了 你看这不是你还说 周小姐 我是太大了 放开我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放开我 放开我 小姐 你不能进去 小姐 小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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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小姐 昨天夜里 半个阵子的人都来救我 可还是晚了 瘦的 瘦的什么都没剩下 这个鱼斑驰 是我从火堆里捡的 我看像是容老爷的 你留着 全当做个念想吧 哎呀 真是太惨了 不知容家得罪了什么人 全家都没了 就剩下这么个女儿孤零零的 今后可怎么办呢 容小姐 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证据 我们上哪儿给你抓凶手啊 再见啊 再见啊 爹 娘 你们放心 女儿一定会查清楚 到底是什么人下的徒手 我要去上海 见到接受怀表的人 就能找到杀死你们的仇人 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仇 杀死了 快了 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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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跟刀子 钰子 钰子 钰子是来找人的 都把赵子给我放亮点 要是有我们的朋友在的话 那就多三百了 走 这帮人如此声势好辣 要来抓的莫非就是他 他身上的血 恐怕也是这些人干的 为什么他们好好的 总是要伤害别人呢 跟我来 我知道哪里可以躲过他们 我不需要 我只是想帮你 前面有个关系室 门很隐秘 你在那边躲一下 应该可以躲过他 对不起 痛苦啊 你给我道歉 我叫你给我道歉啊 你这种机梁武剑多了 信不信我现在一觉 所有人都会过来抓你 随便 你给我道歉 我 你 让开 别在这儿妨碍我 好 不愧是左二爷 不过 今天你的命我可是要定了 想要我的命 自己过来拿吧 别在这儿妨碍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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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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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兄 怕什么 敢不要命地跳下河 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你别过来 你要干什么 还不赶紧擦干净 丑死了 看不出有什么价值的 你卖多少钱 谁跟你说我要卖啊 想接近我的女人不少 我给你一次机会 说吧 想要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谁啊 我又不认识你 好 你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罢 反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错过了你可不要后悔 陷阱病 恭喜二爷 二爷 你可算回来了 还有这么不识气的女人啊 居然该走在二爷你前面 你 喂 你是不是聋了 二爷跟你说话 你没听见是吗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尽管开个高价 不管你要价多少 你的怀表我们都要了 你刚才就已经说 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这个人最后一次机会 还真多 这个怀表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卖的 哎 哎呀 你好烦啊 如果你在上海遇到麻烦 就亮出这条项链 这是我左阵的长路 左阵的长路 又胡闹了 在上海滩 还有二爷给我的东西 磨蹭什么 赶快上来 二爷 您平安回来 咱们就放心了 您不在这几天呢 那我们两个解释心机如焚呢 要不是你下了死命令 不让我们离开上海 我和他早知道 镇江去找你了 二爷 药拿到了吗 丢了 这可麻烦了 冯先生那边 恐怕不好交代吧 怕他们干什么呀 非让二爷一个人去取药 这摆明了是龙四圈套 肯定有日本人在背后指使 是吧二爷 我 我还不是我爷担心吗 去冯先生那儿 小姐 你去哪儿啊 我要去圣母大教堂 圣母大教堂啊 我知道熟得很 而且还知道一条进路 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把您给送到 小姐您请 是不是 左二爷回来了 老爷子 恭喜您 看来您这病很快就可以治好了 师父 不办事不利 没能把您的药取回来 什么 您左二爷多厉害啊 这全上海滩 谁人不知哪个不小啊 您左二爷神医般的身手 居然连个药都没拿回来 不会 是故意弄丢的吗 我甘愿受罚 哎呀 谈什么责罚呀 我都这样了 以后商会还得靠你们 起来吧 我一定会找到更好的药 来医治师父的病 说得好听 左二爷 我这儿倒有个篇幅 就缺个药引子 不知道 不知道 左二爷肯不肯牺牲自己呀 这民间偏方有什么可信 不 老爷子 那民间的偏方 那才管用啊 左二爷 割肉 喂药 小辣子 我都这样了 哪值得你为我这条老命 受罪呀 龙四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今天的事 绝对是日本人 想害死二爷 要不然 我们跟冯先生摊牌 别急 还不是时候 对了 二爷 英少从西洋留学回来了 向先生在百乐门 办了欢迎舞会 邀请了几乎上海滩 所有的名领 向公馆来电话问 二爷您去不去 这么快 都两年了 二爷 您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废话 向先生的局 二爷能不去吗 请问师母大驾堂 什么时候到啊 马上就到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不管你要讲多少 你的话一遍我都要了 你停车 别着急 马上就到了 你停车 停车 你带我去哪儿啊 小妹妹 这么着急 干嘛去啊 你不要脸脸啊 我会叫的 还会叫呢 你叫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告诉你 这里是小爷的地盘 方圆毅历地 一个人都找不到 你叫的再大声一点啊 越大声想要我越喜欢 救命啊 这么丑丑 还有几分姿色呢 说好的 只求财的 给我 这不是 祖二爷的项链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你认识祖二爷 看来 他们是害怕 这条项链的主人 那个祖二爷 有这么可怕吗 如果你在上海遇到麻烦 就亮出这条项链 这是我左朕的承诺 你们两个 连我也敢欺负 知道我是谁吗 要是让左朕知道的话 他饶不了你们 酷奶奶 你饶了我们吧 我们永远不是泰山的 你就放过我们吧 是是是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就把我们两个 当个屁给放了吧 对 当个屁给放了 好啊 饶了你们也行 不过 你们要帮我做件事 姑奶奶 别说一件 就是一千件 我们也答应啊 好 那你们两个 现在带我去找左朕 其实 我的身份是潜伏在黄埔商会的爱博会成员 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国家存亡之际 自当挺身而出 二爷 您看您这一身 不知又有多少姑娘挖空心思 往您身边凑呢 可是二爷 那个船上的姑娘到底是哪路神仙 您的项链从未离身 怎么就送给她呢 小姐 这就是宁愿 你你你 给我追那长车 快点 追那长车 快 快 呦 邵先生 还不欢迎我啊 沈老板 难得光临 呦 那么就没见 还是那么富贵 夏宋先生 您是夸我还是骂我 人人都知道 沈老板是上海滩的土地爷 谁敢骂土地爷 我要是土地爷 那您就是财神爷 您厉害 还是您厉害 这个可恶的偷表贼 一定要他把表还给我 阿姨好 对手亲 我哪敢要您的钱呀 干什么的 看也不肯进往里冲 我跟着前面的人进来的 什么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多了 没有情节 不能进 我进去拿个东西 一会儿就出来 那也不行 走走走 在这儿是 向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法国费迪南先生 您好 你见过我吗 我没见过 但我听说 新任的法租界总领是 费迪南先生 昨天刚刚到上海 那你怎么确定 就是我呢 那很简单 杨老板跟法租界关系肥浅 连他这样的人物 对你都那么尊敬 可见阁下的身份 一定十分尊贵 如果我没记错 阁下胸前的勋章 就是法国的皇家勋章 皇家勋章 是颁给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 阁下的言谈举止 都充分流露着 法国贵族的优雅 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向某只能自叹眼镯了 来之前 就听闻上海华商会主席 向先生的打名 他们告诉我 向先生 是上海商界第一人 今日得见 果然目光如炬 令人佩服 领事太客气了 都是虚拟 听说 向先生的财富 如今多到了一个 无法算清的数字 这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 等我算清楚了 才能告诉你 里边请 向先生 音哨还没有到 别着急 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我走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想我呀 那是自然的 我们可想死音哨了呢 是想死我了还是 想我死的 哎呀 若音哨死了 能安分地留在我们身边 再也不去什么法国 那我 宁愿你死了算了 开开心心的 谈什么死 来来来 喝酒喝酒 音哨 我们要干活了 今晚就不能陪你了 别闹 你知道 这段时间 我要多想你啊 你呀 就别在这磨蹭了 一会儿的迎新舞会啊 还有更多的小姐们 等着你呢 我真的想死你了 听说你差点在路上 被截杀了 是真的吗 放心吧 我没那么容易死 虽然说你天生有九条命 不过最近得小心点 龙死不会那么轻易 就放手的 在上海 他玩不出什么花样 我只相信一个道理 小心使得万年船 胜风的账目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你办事我放心 在上海滩 谁敢明着 和你左二爷做对 即便是我 我也不敢得罪你啊 全上海滩 只认识一个像先生 怎么又是你啊 你变着法往里冲啊 你记性真好啊 其实我跟左阵是认识的 我跟他拿个东西而已嘛 左二爷的名字 也是你个香巴老能笑的 走开 再过来 饶不了你 我告诉你 我真的有凭据的 我拿紧看啊 哎呀 闪一边去 你们这样对待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 是不是不太绅士啊 你谁啊 我是他朋友 不好意思 请问你有请柬吗 我们这儿有规定 没有请柬 那不能进 行个方便嘛 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进去的话 得罪了英少 你们可就惨了 你跟他罗素什么呀 谁是英少 英少是谁啊 上海滩我们只认向先生 向先生说 今晚没请柬 不能进 走走走 你不要这样 不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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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带你进去 对了 英东呢 刚好回上海 不知方案哪去了 我这个弟弟 不好管 果然还在 我看什么呀 上来 来 你怎么拿人家衣服啊 借一下 我待会儿就还回去嘛 真是的 转过去 轨 пош去 轻轻 好 走 谁呀 那么不张眼睛 对不起 怎么又是你